詞曲 李宗盛 甲連 基督苦難主日 聖知主日 尼撒讀經分享 聖經金句 耶穌對大師祭說 你說的事 並且我告訴你們 從此你們將要看見人子 坐在大能者的右邊 乘著天上的魂彩降來 《瑪竇福音》26章64節 讓我們聆聽今天福音選讀的經文 《瑪竇福音》26章14節至27章66節 隨後那十二人中之一 名叫尤達斯伊斯加略迪 去見師祭長 說 我把他交給你們 你們願意給我什麼 他們約定給他三十塊銀錢 從此他便尋找機會 要把耶穌交出 無敲節的第一天 門徒前來對耶穌說 你願意我們在那裡 給你預備吃如月節晚餐 耶穌說 你們進成去見某人 對他說 師父說 我的時候近了 我要與我的門徒 在你那裡舉行如月節 門徒就照耶穌吩咐他們的作了 預備了如月節晚餐 到了晚上 耶穌與十二門徒坐席 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他們非常憂悶 開始各自對他說 主難道是我嗎 耶穌回答說 那同我一起 你把手站在盤子裡的人 要出賣我 人子固然要按照指著他所記載的而去 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 卻是有禍的 那人若是沒有生 為他更好 那要出賣他的猶達師 也開口問耶穌說 拉比 難道是我嗎 耶穌對他說 你說的事 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 耶穌拿起餅來 祝福了 抹開 遞給門徒說 你們拿去吃吧 這是我的身體 然後又拿起杯來 祝謝了 遞給他們說 你們都有其中喝吧 因為這是我的血 身弱的血 為大眾傾留 以謝免罪惡 我告訴你們 從今以後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了 直到在我父的國女那一天 與你們同學伸走 他們唱了聖詠 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 今夜你們都要為我的緣故跌倒 因為經常記載 我要打擊牧人 羊群就要四山 但是我復活後 要在你們而先到加利利亞去 白多禄卻回答他說 即使眾人都為你的緣故跌倒 我決不會跌倒 耶穌對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夜雞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認我 白多禄對他說 即便我該和你一起死 我也決不會不認你 眾門徒也都這樣說了 隨後耶穌和他們來到一個 名叫格澤馬尼的莊園裡 便對門徒說 你們坐在這裏 等我到那邊去祈禱 誰帶了白多禄和 再白得的兩個兒子同去 開始幽門恐怖起來 誰對他們說 我的心靈幽門得要死 你們留在這裏 和我一起醒悟 他稍微前行 就俯首至地祈禱說 我父 若是可能 就讓這杯離開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他來到門徒那裡 見他們睡著了 便對白多禄說 你們 竟不能和我醒悟一個時辰嗎 醒悟祈禱吧 免陷於誘惑 心神固然切緣 但肉體卻軟弱 他第二次再去祈禱說 我父 如果這杯不能離去 非要我喝不可 就成全你的意願吧 他又回來 見他們仍然睡著 因為他們的眼睛肯是沉重 他再離開他們 第三次去祈禱 又說了同樣的話 然後回到門徒那裡 對他們說 你們睡下去吧 休息吧 看 時候到了 人子就要被交於罪人手裡 起來 我們去吧 看 那出賣我的 以來近了 他還在說話的時候 看 那十二人中之一的 由達斯來了 同他一起的 還有許多 帶著 刀劍棍棒的群眾 是由師祭獎 和民間的獎勞派來的 那出賣耶穌的 給了他們一個暗號說 我口親誰 誰就是 你們拿著他 由達斯一來 到耶穌跟前 就說 辣比你好 就口親了他 耶穌卻對他說 朋友 你來做的事 就做吧 於是他們上前 向耶穌下手 拿著了他 有同耶穌在一起的一個人 伸手拔出自己的劍 砍了大師祭的 博人一劍 削去了他的一個耳朵 耶穌遂對他說 把你的劍放回原處 因為犯刺劍的必死在劍下 理想我不能要求我父 即刻給我調動十二軍以上的天時嗎 若這樣 怎能應驗 經上所在 應如此成就的事呢 在那時 耶穌對群眾說 你們帶著刀劍棍棒出來拿我 愈痛對付強盜 我天天坐在聖殿內施教 你們沒有拿我 這一切都發生了 是為應驗先知所記載的 於是門徒都撇下他逃跑了 那些拿著耶穌的人 將耶穌帶到大師祭蓋法前 經師和長老 已聚集在那裡 伯多禄遠遠跟著耶穌 直到大師祭的庭院 他也進到裏面 坐在差役中觀看結果 師祭長和全公議會尋找 相反耶穌的假證據 要把他處死 雖然有許多假見證出庭 但沒有找出什麼 最後有兩個人上前來說 這人曾經說過 我能拆毀天主的聖殿 在三天內 我能把他重建起來 大師祭就站起來 對他說 這些人作證反對你的事 你什麼也不回答嗎? 耶穌卻不出聲 於是大師祭對他說 我恩生活的天主 起誓命你告訴我們 你是不是墨西亞天主之子? 耶穌答說 你說的事 並且我告訴你們 從此你們將要看見人子 坐在大能者的右邊 乘著天上的魂彩降落 大師祭誰撕裂自己衣服說 他說了竊讀的話 何必還須要見證呢? 你們剛才聽到了這竊讀的話 你們以為該怎樣? 他們回答說 他該死 眾人誰即向他臉上逃逃沒 用拳頭打他 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 說 麥西亞你猜猜是誰打你? 伯多禄在外面庭院裡坐著 有一個侍女來到他跟前說 你也是同那加利利亞人耶穌一棄地 他當著眾人否認說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他出去到了門樓 另有一個侍女看見他 就對那裡的人說 這人是同那納澤勒人耶穌一棄的 他又發誓否認說 我不認識這個人 過了一回 站在那裡的人前來對白多禄說 的確你也是他們中的一個 因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 白多禄就開始助奏法誓說 我不認識這個人 立刻雞就叫了 白多禄就想起耶穌所說的話來 雞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認我 他一到了外面 就傷心痛哭起來 到了早晨 眾師制掌和民間的掌勞 就決意陷害耶穌 要把他處死 誰把他捆綁了 戒送到總督彼拉多 這時 那出賣耶穌的猶大師 見他已被判決 就後悔了 把那三十塊錢錢 退還給師制掌和掌勞說 我出賣了無辜的血 犯了罪 他們卻說 這與我們何干 是你自己的事 於是他把那些錢錢 躺在聖所裡 就退出去 想吊死了 師制掌拿了那錢錢說 這是血家 不可放入獻儀商內 他們商以後 就用那錢錢 買了徒工的田地 作為埋葬外鄉人用 為此 直到今日 清那塊地為血田 這就應驗了耶勒米亞先知所說的話 他們拿了三十塊錢錢 即以色列子文 為被賣的人 所估定的價錢 用這錢 買了徒工的那塊田 遇上主所吩咐我們 耶穌站在總督面前 總督便審問他說 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耶穌回答說 你說的事 當師祭長和長老控告他時 他什麼也不回答 於是 比拉多對他說 你沒有聽見 他們提出多少證據告你嗎? 耶穌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 以至總督大為經意 每逢節日 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 他們願意釋放的囚犯 那時 正有一個出名的囚犯 名叫巴勒巴 當他們聚集在一起時 比拉多對他們說 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哪一個? 巴勒巴 或是哪稱為麥西亞的耶穌? 原來他知道 他們是由於疾道 才把他解送來的 比拉多正座堂時 他的妻子、警察到他跟前說 你千萬不要干涉那疑人的事 因為我為他 今天在夢中受了許多苦 師祭長和長老卻說服了民眾 叫他們要求巴勒巴 而除掉耶穌 總督又向他們發言說 這兩個人中 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哪一個? 他們說 巴勒巴 比拉多對他們說 那麼 對於那稱為麥西亞的耶穌 我該怎麼辦? 眾人答說 該釘他在十字架上 總督問說 他究竟做了什麼惡事? 他們愈發喊說 該釘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見是毫無進展 反而更為混亂 就拿水 當著民眾洗手說 對這二人的血 我是無罪的 你們自己負責罷 全體百姓回答說 他的血歸在我們 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於是 彼拉多給他們釋放了 巴勒巴 至於耶穌 把他鞭打了以後 交給人 釘在十字架上 那時 總督的兵時 把耶穌帶到總督府內 召集了全隊圍著他 脫去他的衣服 給他披上一件紫紅色的外桶 又用驚激偏了一個次官 戴在他頭上 拿一斤奴尾 放在他右手裡 然後跪在他前 棄弄他說 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隨後向他套退沒 拿起奴尾來敲他的頭 棄弄完了 就給他脫去了外桶 又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帶他去釘在十字架上 他們出來時 遇見一個基勒乃人 名叫西滿 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 到了一個名 哥爾哥達的地方 即稱為獨留的地方 他們 就拿苦礙調和的酒給他喝 他只嘗了嘗 卻不願意喝 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以後 就沾溝分了他的衣服 然後坐在那 看守著他 在他的頭上 安放了他的罪狀牌 寫著說 這是耶穌 猶太人的君王 當時與他在一起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 還有兩個強盜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過路的人都搖頭 欲罵他說 你這拆毀聖殿 而三日內重見起來的 救你自己吧 如果你是天主子 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師祭掌和經師 與掌老們也同樣棄弄說 他救了別人 卻救不了自己 他既是以色列軍和 如今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我們就信他 他信賴天主 天主如喜歡他 如今就該救他 因為他說過 我是天主子 同他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 也這樣基朝他 從第六時晨起 直到第九時晨 遍地到黑暗了 若摸第九時晨 耶穌大聲喊說 握你握你 勒馬撒巴克塔尼 就是說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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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那裡的人中 有幾個人 聽見了就說 這人呼喚握你啊呢 他們中 誰有一個立刻跑去 拿了海綿 浸門醋 綁在爐尾上 遞吸他喝 其餘的卻說 等一等 我們看 是否握你啊來救他 耶穌又大喊一聲 誰交付了靈魂 看 聖所的障慢從上到下分裂為意 大地震動 岩石崩裂 墳墓自開 許多長眠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 在耶穌復活後 他們由墳墓出來 進入聖城 發顯給許多人 百夫長和他一匹的看守耶穌的人 一見地動和所發生的事 就非常害怕說 這人真是天主子 有許多婦人在那裡從遠處觀望 他們從加里歷下就跟隨了耶穌 為服侍他 其中由馬利亞馬達勒勒 雅各伯和約瑟的母親馬利亞 與再伯德兒子的母親 到了傍晚 來了一個阿里馬達亞的婦人 名叫約瑟 她也是耶穌的門徒 這人去見彼拉多 請求耶穌的遺體 彼拉多就下令交給他 若失領了耶穌的遺體 就用潔白的臉布 將它包好 安放在為自己 冤岩石間所作的身霧月內 並把一塊大石頭滾到毛口 就走了 在那裡還由馬利亞馬達勒勒 和另外一個馬利亞 對著墳墓坐著 第二天 即預備日以後的拿天 師祭長和法利賽人 同來見彼拉多說 大人 我們記得那個遍子 活著的時候曾說過 三天以後我要復活 為此請你下令 把守墳墓直到第三天 怕他的門徒來了 把他偷去 而對百姓說 他從死人中復活了 那最後的騙局 就比先前的更壞了 彼拉多對他們說 你們可得一隊衛兵 你們去 照你們所知道的 好好看守 他們就去 在石上加了封條 派駐衛兵把守墳墓 伊撒爾亞先知書第五十章 尚主博人的詩歌 伊撒爾亞先知預言 救主耶穌是一個謙和 敬畏天主 今心情願為聖行天父的救世計劃 而犧牲自己 完全相信天主會協助他 因此他亦都相信他不會受辱 意思是他只會光榮天主 而不會做任何事 使天主受辱 因為耶穌知道自己 肯定做了正確的事 聖命第22篇是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向天父祈禱的話 並且預言了耶穌為我們贖罪所受的苦難的過程 寶錄中途至匪利法人書第二章 寶錄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第一次 耶穌基督第一次降世人間 謙卑如同勞博 聽天主的命 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被天主舉若 耶穌基督成為人類的主 馬逗福音二十六章十四節至二十七章六十六節 記述了耶穌基督為我們贖罪的受難的始末 主耶穌的苦難事件 讓我們看見這一場光明與黑暗的大戰 更讓我們察看見 背叛的範圍和強盜 由耶穌榮進耶路撒冷的歡慶 而轉變到 尤達斯伊斯加略的賣主之文 尤達斯不是唯一辜負了耶穌的人 和主耶穌慶祝如月節餐的時候 眾門徒仍然未知耶穌將要被哪一個負賣 他們在格澤馬利縣的時候 心情不再是平安 而是極度緊張和精神疲憊 當耶穌向天主祈求免許他要受的苦難的時候 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都睡著了 而沒有去支持將要被害的耶穌 忽然一群暴力的武裝人員包圍著耶穌 而幾天前受群眾歡迎的情形完全相反 這個時候 他的門徒都四散逃走了 他們都離開光明 因害怕而進入不信的黑暗 在窒道的黑暗當中 師祭長和全公議會 就決意將光明的主耶穌除掉 彼拉多選擇去延續了 不過 猶達斯以三十塊銀錢賣主的黑暗 使耶穌受賜觀 就如同耶穌臨死前的遍地都黑暗一樣 罪惡的黑暗 導致很多血有關的事件 蒙藥的血 大師制的牧人被削去耳而流血 尤達斯退回的血前和後來的血填 被釘十字架的基督 流出的無罪和慈福的補血 聖所的象脈從上到下分裂為意 天主的光明 照耀我們的心靈 我們要選擇和主耶穌一齊 聖行天父的旨意去傳揚天國福音 和以福音生活 作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的見證 使接受基督的人與天父和好 天父 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是我們的光明和真理 求祢以聖神充滿我們 使我們朝著基督真理之然的真光 走向祢的國 永遠與祢同在 恩主耶穌基督之名 阿孟 羅拔神 阿孟 阿孟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